顾艳成 若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先走了 你自己等他吧 大斌 你们走吧 好 叔叔 这边 什么情况啊 老大 你一大早干吗热小小女生气啊 我怎么热她生气了 那她怎么把我们两个人丢下了 肯定是因为你起晚了 快走吧 大家说好了一起去海边的 怎么了 怎么了 一大早的心情这么不好 顾艳成惹你生气了啊 慧欣 你昨天说顾艳成的时候 说她有两段感情 是不是真的呀 你在想这个呀 谈恋爱嘛 不要想这么多 爱情呢 最美的不是永远 而是当下 你喜欢她 她喜欢你 这不就够了 可她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喜欢我 她只说让我留在她身边 这很正常嘛 男人嘛 早会羞羽说一些爱呀 喜欢呀 你就别多想 除非你对这份感情真的存在疑虑 这样的话 你倒是可以多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 这找男朋友呢 就跟吃榴莲一样 尝了才知道自己到底爱不爱吃 不能一开始就拒绝 也许尝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真像 你说什么呢 你小声点 这要是让白冰听见 以后做朋友都尴尬 我说寻一寻 你果然是个感情白痴 等到你看不出来 蓝冰看你的眼神 就有些不一样了 看不出来 小仙女 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们的 我已经教育过老大了 这汤汤大老板怎么能起碗了呢 生气了 没想到会睡过头 下次不会了 不要误会 老板的时间由老板所紧 我怎么会生老板的气呢 这一大早就让我出来看太阳 我久还没醒呢 晒 看来这小仙女气得不轻啊 我已经尽力了 你自己的女人 你自己看着办吧 今天的项目呢 主要是海钓跟浮潜 我跟叔叔肯定是去钓鱼了 你们可以自由选择 要么跟我们 要么跟顾总去潜水 我当然是跟着老大了 我也选潜水 我还没尝试过呢 跟着专业的顾总比较放心 我也是有潜水证的专业人士 你真少婆卖瓜啊 雨昕 我们也一起潜水吧 我就不去了 我还是跟着白冰 还有我们家老兄去钓鱼吧 那我们出发 好嘞 行 出发 出发 咬雨去 潜水就 咬雨 白冰啊 你穿着蓝鱼圈啊 好 走吧 走 拜拜 大会儿见 拜拜 一会儿见 走吧 我们先去换装备吧 大海啊 你慢点啊 全室了 慢点啊 全室了 太阳晒 太阳晒 白冰啊 你陪着我这个 糟老头子干什么 去和雨萱说说话 我替你看着干 好的 叔叔 来 我帮你 雨萱 你怎么了 这可不像我平时认识的 薰雨萱啊 那 你平时认识的我是什么样的 温柔 善良 体贴有毅力 能享他人之所享 温柔 你也太会说话了 我呢 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 就已经足够开心了 你的朋友呢 倒是很乐意替你解决麻烦 说说吧 为什么不开心啊 白斌 你当了孤雁城五年的助理 你知不知道 他有什么喜欢的女人 喜欢的女人 嗯 好像叫什么若曦的 你知道吗 这些私生活的问题 你问少姐不是更直接吗 少姐肯定不会跟我说实话的 我就随便问问 你要不知道就算了 你跟我来 故事雕塑啊 已经流传千年 当年故事有三个儿子 小儿子啊 叫顾絮 天赋异禀 在他牙牙学语的时候啊 就会拿着雕刻工具啊 玩 他刻出了那些花草 虫鸟 人物栩栩如生 在他十五岁那年 他偶然的得到了一幅 仙女藤天图 仙女藤天图 说来也快 那个画纸啊 特别坚韧 浴火不损 还千年不换 好像不是当年之物 但确实是千年以前的东西了 故事啊 用汉白玉 雕刻出了图中的仙女 那仙女啊 可是静妙绝伦 栩栩如生 看着那个仙女啊 就像随时要腾天而起的样子 这顿雕书一出啊 我们故事雕刻 就生眠远养 流传千年 至今为变 于是 这顿雕书 就成了我们故事家族的 穿家之宝 也只有我们故事的子孙 才能以得见 于轩 难道不奇怪 顾老爷子为什么要 费心扮留在故事吗 小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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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这幅图和我 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就把我带的 尼轩 这个我就无能为力了 需要你亲自去了解 不过你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站在你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